針對這個 我們來這個說明一下 就是說 你這些公司 譬如說 銀端的儲存跟計算 是不是就是會創造伺服器 是不是需要很大的一個伺服器 還有我們現在的一些電子商務 還有一些這個銀鑫 娛樂等等的這些設備 就是需要很多的伺服器來做系統的整合 還要有不斷練系統來維持它的銀鑫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你看這些公司就是未來的產業 我不是報名牌 對不對 這些就是未來的產業 大家看一下 你要投資的 就是要投資未來有機會成長的 把這一些好好的記住 重點式的 再來就是說 你那麼多的伺服器 那麼你要如何讓它速度快一點 當然就會有新的商機出來的 那就是光纖 光纖的網路跟這個視機無限 這一個產業 那這些產業有哪一些 就是佛羅威 上全 聯軍 聯光工等等 這一些就是未來的新型產業 這個各位留意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從這麼大量 每一天這麼大量的數據裡面 我們如何去整理出我們需要的 這一些商人 這些企業 他為什麼要花錢在這上面 重點 他就是要應用軟體 他就要應用軟體 去找出商業的模式 所以從海量裡面去撈 去撈這一些資訊 你要的 你要的 那麼 這一些公司 這些軟體公司 精神大事科01 這些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是未來 他們一定可以展現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些重要的數據 已經成為 就是一個新科技 一個新經濟的資產類 就好像是貨幣跟黃金一樣 從大數據 然後到大財富 這個就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對不對 你要投資 是不是就是要找對產業 對不對 產業對了 那你的投資方向對了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賺到錢 那在這邊 當然這個就是 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大數據的起源 還有它的特性 還有它的起因 這些我相信 這個都會給各位 自己就是看一下 未來你這個企業要競爭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關鍵 就好像是我們公司一樣 我們今天 我們要經營的這些客戶群 它是不是我們要的客戶群 那它能不能夠 這個就是說投資我們的產品 從這些大數據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省很多的力量 然後你看 這些商機有多少 剛才我講的不算數 你就是看這些數據 從2012年到2016年 復活成長率會達到多少 三層多 然後創造的所有有多少 238億美元 幾千億的白幣 對不對 然後商機的500億美元 然後市場的規模可以達到238億 然後市場的商機有500億美元 然後這一方面的人才卻缺多少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要想知道的 這才是重點嘛 實用嘛 對不對 你多了那麼多 那最主要的你就要看到 現在有多少的職缺 缺少多少 這是未來的 那假如說我們從這方面去努力 那我們不是就是成為公司 企業要的人才嘛 對不對 方向對嘛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我跟各位講的 就是要找到趨勢跟商機 那我想這些文字 這個不是我的專長 因為我是覺得說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看 資料給你們 你們自己可以去看 可以自己去閱讀 我要的是要告訴各位 選擇什麼時機進場 選擇對的產品 找對的人去做投資 這才是我要告訴各位的 那這個的話也是告訴各位 未來十年的大數據的商機 會用在保健產品就有3000億美元 那這個天文數字 行動物物商機有1000億 消費端的市場有6000億 你看看你會不會行動 這才是大家今天來聽最主要的 那我們從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就去看一下 這是確實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在北大工廠管理學院 練這個MBA 我們的教授那個哥倫比亞的那個教授 他就是上這個大數據 那他提到的這個就是WOMA WOMA 他是怎麼樣去分析的 因為大家在刷卡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留下資料 那留下資料 給他們把這些資料做整理 給發現 他說透過那些帳單的一個分析 他發現啤酒跟尿布會有關係嗎 那尿布不是這個都是女性朋友嗎 在買尿布給這個小孩子用嗎 怎麼會跟啤酒扯上關係 大家有沒有去想過 這大家想像不到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美國很多男性 他們負責去採購 對不對 但是採購的時候 採購尿布的時候 對不對 是會順便去買啤酒 對不對 他們的這個就是說 他們的生活很狹利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面 這個採購的數據裡面 奇怪 怎麼大家都會 對不對 買了這個資料簿 然後就跟啤酒扯上關係 好像這兩個數字是有連接的關係 好 這個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另外呢 就是WOMA團隊 他們在競選的時候 也是一樣用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他們在西岸 東岸 西岸 對 就是在洛杉磯 他們找那個 什麼克隆寧 那個叫做 喬治 喬治克隆寧 然後在西岸 那個派區 什麼 那個 是隱形 在他們自家 幫他辦那個什麼 牧館餐會 結果呢 牧到了 對不對 總共十億美金 對 這個也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還有就是優異數 EPS 他們也是透過 他們也是透過這種 無線電的設備跟GPS 累積了無數型的路徑 找出最佳的行速路線 而且省下很多錢 他們發現了 十字路口是最容易塞車的 而且是最浪費油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從這邊 可以省下了480 480萬公里的費用 你看這樣省下來的 不就賺到了嗎 這個也是一個大數據的應用 還有AMANEO 現在大家在用這個手機 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 你點第一個字 我 對不對 接下來它會秀出你之前 曾經用過的詞 它會直接點用下 直接給你呈現出來 這個都是一個大數據的應用 未來就剛才我們螢幕上也有看到 就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一個產業 都是連結起來的 各位參考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你沒辦法講得太清楚 這些是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大陸他們這個大數據的應用 尤其是阿里巴巴 對不對 他用的比台灣還要來得多 比台灣還來得發達 他知道說他現在 他的消費 把消費者他要賣什麼 賣什麼是最好的 然後這些報表都可以 來有利他的一個營運 所以誰會利用 那麼誰的事業就能夠成長 那台灣當然對不對 也有起步 但是起步比較晚 我們是直到今年 直到今年才開始 我們是直到對不對 今年才開始 那當然 這個有開始總是比沒有好 對不對 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所以大家還是有機會 趕快跟上 趕快跟上 這個是絕對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譬如說大家未來要找人才 也可以用這個大數據 的一個方式來找到你要的人 任何你想要的 都可以從這裡面找到答案 這個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很多就是說 我們是要去用 那才會有改善 才會進步 所以這個是未來就是淫端嘛 然後再加行動裝置 然後再加感應器 所以台灣一定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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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